大家好 这些巡逗现场继续看到 继美国 德国 日本 前苏联之后 大陆现在成为第五个提出 核动力货轮技术方案的一个国家 那么大陆江南造船厂 是在2023年国际的海事学术会上 还有展览会上 他们就正式的发布全球首快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24000TU货船的货型设计 使用的是大陆自主研发的 第四代镀基熔岩反应堆设计 而且这一艘船 它是采用全电推进 双机驱动还有双右双桨方案 可以提供一个更高的一个航速 那么细看到24000TU级的货船 它的全长是400公尺 它的宽看到这边宽是61公尺 那么它的排水量是24万吨 最大的航速是可以达到22.5节 那么以这样子的核动力来说 这个核动力系统来说 换装如果是到8万吨左右的航母上 其实它也可以保证 是有30节的最大航速 那么消息一出之后 其实外界当然最关心的在于 这个巨型的货柜轮动力系统 该如何为其来验证它的核动力系统 那么根据江南造船厂他们的讯息 该货船它的燃料 其实它使用的并不是一般的诱原料 而是放射性比较低的镀原料 再来是它的庐心是比较不会融化 所以这个简单来说听起来有点复杂 但是白话来说就其实是第四代的杜金熔岩反应堆设计 它比以往的前三代都更加安全的一个意思 但是民用的核反应堆和军用的核反应堆 规格当然还是不同 所以其实这个船出来之后 它还是要有很长的时间来测试还有验证 那么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则是 尽管这个船它并不是商业的使用 但是它在国外靠港的时候 其实也会遭到一些国际的反核团体来阻扰 对此前驻纽线大使建文记 他就认为尽管这个安全标准很难说 但是船出大陆现在他们其实是可以使用一个升值能源 因此排放量是可以控制的情况下 这个前瞻性还是相当高 然后它的安全标准会怎么样 因为这个东西你还要符合这个IOA的 国际能源总署的这个监控 你有反应堆的话都要监控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常识 不过听说中国大陆现在它的这个引擎 就船用引擎可以使用升值能源 甚至可以用这个用这个酒精 酒精跟燃油混合 那这个就变成它的排碳量可以控制 所以它基本上还有前瞻性 或者是绿能的方式 然后呢更这个怎么讲 更它的提升它的效能 对环境的造成的这个影响越来越小 所以这个就是说不但现在有竞争力 而且就是说把未来的一些 产业发展的未来 它也都在都有在顾及 那么接下来再来关系英国的外交大臣卡麦隆 他是继就任以来的首次绑美行程 他是在6号7号的时候访问华府 参加阿斯本安全论坛唱谈英国对于冲突地区的一个立场 那么当然呢就提到了台海问题 当时呢是这个主持人呢就先向他问到 在台湾问题上大陆的目标呢是不是想要一枪不发的拿下台湾 就好像呢是对香港做的那个样子 对此呢卡麦隆他就表示统一台湾呢向来是大陆的目标 但是美国和英国他们的共同立场是 这个不可以涉及到武力暴力或是胁迫的情况下发生 对你认为中国真正的目标是 去台湾没有射撞像是香港的目标 看来是中国真正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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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为中国真正的目标 我们 occasion区fer人设法 载在中国人物质化 是深衣因的 以 Ё坡之后 Rück clothing 货逐渗 治疗 那麼在訪美期間呢 卡麥龍他也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面 雙方在聯合的記者會上呢 就談到了中國的議題 以及在印太現在全球面臨的一個挑戰 他們表示呢 美英的立場一致 那麼另外針對美國聯邦院參議院 在6號的時候 當時他們就擋下了 白宮106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要求 卡麥龍他則表示呢 他認同拜登持續支持烏克蘭 他認為呢 現在美國國會呢 應該是要批准給烏克蘭資金 甚至點名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以及俄羅斯總統普丁 他說呢 這個資金如果沒有給過的話 那這兩個人就會笑了 那麼這項資金裡面呢 其實包含了烏克蘭提供 要提供給烏克蘭的600億美元 還有給以色列 當然也包括了台灣 那麼由於這項包裹方案 因為綜合了很多 所以它叫做包裹方案 排除了共和黨要求的移民改革措施 因此呢 共和黨是不願意讓法案順利通過 那麼與此同時 美國國防部長在當地時間 奧斯汀他在6號的時候也宣布 現在呢 儘管國會沒有通過 但是呢 烏克蘭會再會向烏克蘭提供 1.75億美元的軍援 包括了防空飛彈 海馬是多管的火箭系統 以及格式彈藥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劇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一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一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謝謝走 小玮 請按照 請 請按照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